以下是天下簡報 在德州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 導致19名小學生以及2名成年人喪生的第二天 南加州很多學校都在今日進入警戒狀態 洛杉磯院警長拉圍紐瓦說 警察局將會與學校資源官員合作 以確保學生的安全 南帕薩迪納警方就說 即使未知道社區是否有受到任何威脅 但會在學校增加警力 而產院警長巴恩斯就說 該院的情報評估中心正在加強對學校監測情況 衛生官員仍然對世界各地幾百名幼兒 嚴重肝損傷的神秘病例感到困惑 這種疾病被認為屬於罕見 CDC官員上星期說 他們現時正在調查全美180宗懷疑病例 大多數兒童住院最少15人需要進行肝移植 有6人死亡 在阿拉巴馬州的一班兒童患有肝炎之後 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 在4月發布了健康警報 在美國已經有36個州發現這種兒童肝炎病例 專家表示 父母應該確保他們的子女用肥皈洗手 並且遠離其他有胃病的兒童 若果出現嘔吐或輻射 也需要注意是否有疲勞、食慾不振、黃膽、 深色尿液等額外症狀 據美聯社報導 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 星期二駁回埃克森美孚公司提出的訴訟請求 該州指控這間石油巨頭在發石燃料 導致氣候變化問題上誤導公眾 馬薩諸塞州總檢察長摩拉希利 在2019年提出的訴訟之中 指控埃克森美孚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欺騙消費者及投資者 該公司否認散布有關化石燃料 對全球變亂影響的虛假訊息 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維持下級法院的裁決 駁回埃克森美孚有關州法律保護 其免受到訴訟的論點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 加州大學系統星期二宣布 同意為加州大學洛杉基分校 UCLA前校醫James Heaps 博士 猥蝕以及性侵案 一共賠償將近7億美元 以解決幾百位受害人的聯合指控 這亦是美國有史以來 與公立大學性虐待有關的最高賠償金額 這個訴訟長達三年 涉及的原告可以追溯至1983年 五千多名Heaps 的患者 而這些患者指出Heaps博士 在他35年的職業生涯當中 以身體檢查為理由 進行了不必要的侵入性檢查 今次和解是在之前 和幾百名其他患者達成的協議之後 所達成的 推特今日定期舉行的股東大會 不會包括對特斯拉億萬富翁馬斯克 以440億美元收購社交平台的投票 各項投票將會在未來 尚未確定的日期進行 在5月初善變的馬斯克 在推特上表示 這一筆交易將會各自 因為在聲稱推特自己的估計太低之後 他想查明社交媒體平台上 垃圾郵件以及虛假帳戶的數量 專家表示 馬斯克不可以單方面各自交易 如果不可能會因為10億美元的分手費 而陷入困境 或者推特可以起訴馬斯克 迫使他繼續進行交易